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脚抽筋的问题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如果你想吃少点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按个赞,按个钟,分享给你身边有经常脚抽筋的朋友 脚抽的成因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去看西医,他们可能会给你止痛药,叫你休息一下 如果你问西医,通常西医都会告诉你原因不明 但是脚抽筋,如果你经常抽筋,是有几个原因的 当然我排除了你是刚刚剧烈运动员 譬如你刚刚走完山,第二天脚抽筋是不奇怪 因为你的肌肉是未适应这么大的运动量 或者你刚刚跑完山,从你脚抽筋 这个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剧烈运动 但是有经常脚抽筋 有些鲜少,你身体是缺了某些东西的 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缺了保护力 缺了甲 甲是不可以用营养补充品的 而甲的补充量是每天大概4,700克mg 4,700克mg有多少呢? 如果你沙律菜,即是当你生吃的菜 起码都700碗左右才够4,700克mg 大部分,我可以这样说,香港城市人 95%以上的人都摄取得不够鲜 那你应该怎样做呢? 因为鲜是不可以用营养补充品的 如果你现在去看营养补充品的鲜 通常是一粒药丸 一粒就是100mg 为什么它会设置到100mg呢? 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原来鲜是太高,你吃了生命危险 所以药厂,即是营养补充品的公司 设置到鲜是很低,你吃也不会超过 但问题就是,你也不会足够 如果你与其用得补充品,不如用食物去补充 因为食物补充是最安全的 但如果你用营养补充品去补充 很多时候,人们会吃到过量 然后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营养补充是绝对不建议用营养补充品去补充 那你怎样可以补充到足够的营养补充呢? 每天 我教大家做一个果式 那怎样做呢?就是 你买一支椰子水 普通超级市场都有的 然后你要一个拳头那么多的鱼衣甘蓝 然后你要香蕉和牛油果 那怎样做呢? 你将鱼衣甘蓝、香蕉、牛油果 放在搅拌机上 然后倒入椰子水 然后搅拌三、两分钟 搅拌至全溶 那一杯果式呢? 你就一天喝一次 这一杯的果式呢? 大概有2500mg的鱼 如果你下午和晚上吃各一碟的菜 你每一天的4700mg就倒数了 很多时脚抽筋是因为你不够鲼 还有不够这个电解质 那椰子水里面是有齐这个电解质和鲼 然后你加上鱼衣甘蓝、香蕉、牛油果 就齐了你每天需要的鲼的份量 那你补充了鲼 你的脚抽筋的机会就已经低了很多很多 另外你可能有些人吃得太清了 有很多人我发觉以为是什么都要割 割盐、割油、割糖 其实割糖是应该的 但是盐不应该全割掉 有些人吃得太清 因为一粒盐都没有 那又不行 如果你是那一类的人士 你就加一点点盐进你每天的饭量里面 一定要有少许的 因为你缺了是但甲也好 你缺了鲨也好 缺了盐的其中一部分也好 都会导致你脚抽筋 因为甲和鲨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比例 当然盐是不可以太多的 但是甲是要很多 但盐一定要有少许的 如果你完全缺了 有些人是煮菜等等 完全不下盐的 那你很容易晚上会有脚抽筋 也不奇怪 如果你缺了鲨 就是你缺了盐 你很大机会缺了甲 就是很少一个营养不良的人 很少只有一个缺乏了 所有东西都充足 通常都不会这样的 通常如果你缺了鲨 你就缺了鲨 可能缺了电解质等等 很多东西你缺了 首先你先补充鲨 然后再补充鲨 就是要补充 你吃一点点 鲨盐 如果你煮菜 放一点点鲨盐 那为什么我会说鲨盐呢 就是呢 你现在超级市场买到的白盐 很多精济过的 它不知加了什么东西 很多盐都已经加了其他古灵精卦的东西 鲨盐是比较好的 我想贵一点点 一包都是二十多元 那大家就用漂亮一点点的盐 就比较好一点的 鲨盐 比较杂质没有那么多 大家就试一下可以煮菜 放一点点盐 另外呢 最主要最主要你脚抽筋 是刚才我说的 缺了甲 缺了鲨 缺了鱼 缺了尾 缺了尾 Malicium 尾是掌管你全身的肌肉放松的 如果你缺了尾 很多时候你都会脚抽筋 那尾呢 譬如我现在的螢光幕说的这一瓶 那你就 晚饭之后吃一粒 然后呢 临睡前吃一粒 那你就补充到大概 每日的一半的尾 那因为你刚才 如果你有喝那个果色 那个果色里面 都有尾 所以呢 一天400个mg的尾 是每日人体所需的 那你就应该已经补充足了 但是 如果你脚抽筋 刚才那几样东西 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你八九成来到缺 包括这个Malicium 但是Malicium 是有一个竅门的 如果大家买Malicium 就不要乱买了 要么我现在选了这一只 又或者你可以听我之前有一集的 缺尾的病症和补充 我上一集 即是这一集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这一条影片下面 大家可以听我之前 我说缺尾的病症和补充的方法 因为尾 你如果随便在街上买一只 很容易招惹 因为尾里面其中有一只成分 叫Malicium Oxide 那一只成分 是会降低你的胃酸 如果降低你的胃酸 很多其他问题会衍生出来 所以 如果大家补充尾 要么就买回刚才我说的那一只 要么如果你不想 你就听我这一集 讲的所有内容 你就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Malicium的营养补充品 好了 当你补充完美之后 你还有什么 维他命缺乏了 是容易导致你脚抽筋的呢 就是维他命B12 维他命B12一缺 不只是脚这么简单 是你全身 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严重的抽筋反应 那么 维他命B12 補呢 你就不要预计 補一个星期 你下个星期就会好 维他命B12 补充的情况 很特别 跟所有维他命都不同 如果你维他命B12缺乏 你补充维他命B12 比如你现在有脚抽筋 你用了两个星期 维他命B12 突然间你会觉得 抽筋完全康复了 但隔了一个月之后 你这些抽筋又出现了 然后又可能 你又出现了两个星期 然后它又好 完全康复 然后又抽两个星期 然后又完全康复 如此类推 因为補充维他命B12整个过程 要一年以上 如果你真的好缺的话 如果你不是说好缺的 你普通缺的 都要補几个月 但你補的时间 症状会反反复复的 很多人在这个时间 即是補充的时间 就放弃了 觉得维他命B12 好像没有什么料到 没有什么用 那就不補了 但是呢 我大概说完 就是補充维他命B12的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而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 你的病症是会不停反复出现的 直到它会慢慢慢慢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隔的时间长些 譬如你之前是一个星期抽两三次的 可能隔了三个月 可能是一个星期抽一次 再隔多半年 可能是两个星期才抽一次 一年之后可能是一个月才抽一次 然后慢慢慢慢才会好 它就是这样的玩法 你不要期望 即是说我吃了几剂 然后就好了 不可能的 大家也不要存在任何稀奇 你脚抽筋是可以透过西弱去搞得好 这个基本上是 你可以立刻止痛 但是呢 你会长久地抽筋 因为你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过 你一定要由你身体缺了些什么 然后你补充些什么 你才可以解决到脚抽筋的问题 如果不是 你就这样靠西弱 指痛 即是你脚抽筋 指痛放松 这个不是一个办法 你会不断抽筋 不断吃西弱 重复出现 所以大家 如果真的有脚抽筋 你就用我刚才那些方法 加上B12 B12你可以用滴剂 每次是一滴管 即是一条玻璃管满 一滴 每次吃一条玻璃管 一天 就有5000个MCG 那 再说一次 5000MCG 其实是比建议的用量高出很N多倍的 但是大家不需要担心 因为B12完全不会过量 多了的B12是会由尿液排出来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它唯一的不好处 B12就是吃了之后 你会生暗瘡 这个是大部分人都有的 会生暗瘡 有时有些牙肉肿胀 也会有的 大家不需要担心 因为很多人 一爆暗瘡 很燥热 然后又停了 那你就永远脚抽筋 所以我说 为何补充B12 要讲一下 你的康复过程 给你听 你就明白 自己在发生什么事 就算有些爆暗瘡 无论牙肉肿胀 你继续用B12 用多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 比如你本身有很多问题 它慢慢慢慢就会消失 最后就是缺乏了铁 铁和刚才那些抽筋 是一个包装 如果你缺乏了铁 很多时候你都会脚抽筋 手脚冰冻 如果你刚才要用 就整个抽筋 你補一两样东西 通常都不成功 因为你缺得一样 你缺得另外一样 铁是怎样補呢 铁就是要用食物去补充的 除非医生告诉你 你严重缺铁 有些人是贫血得很紧 你要用食铁丸 如果不是正常 不是很严重的人 你就应该用食物去补充 而什么食物是最多铁的呢 就是动物的内藏 包括肝脏 牛的肝脏 猪的肝脏 蠔 青口 这一类型 就是最多铁的 铁有分两种 一个叫Hem Iron 一个叫Non-Hem Iron Hem Iron 就是动物的铁 在动物里吸取的铁 Non-Hem Iron 就是植物里面的铁 植物里面的铁 其实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譬如现在 男士每日要吸收7-8mg的铁 女士就25mg的铁 我先假设是这样 但如果你用植物性的Non-Hem Iron 去计算 25mg 譬如现在你吃很多菠菜 吃很多燕菜 你吸收了很多铁 但原来是这样的 逢植物的铁 它也是吸收到十分一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上Google去找 菠菜的铁 是有5mg 我假设 其实你吸收到的是0.5mg 所以如果你只是靠植物 或者是营养补充品的铁 其实你的吸收率很低 即是说 即是说 即是铁丸也很低 如果你现在买市场上买到的 25mg 50mg 你自己计算 都是吸收到2.5-5mg 有些人 医生开到150mg 你才吸收到15mg 要去到这么高 你铁的补充量才足够 但问题是这样 铁是油溶性的 它是不会在你身体那么容易被分解的 所以又是一样 和这个铁铁是一样的 铁如果吃得多 又是会气观衰竭的 所以 大家最好用食物去补充铁 一星期就吃两餐 内藏 或者蠔 或者青口 所有铁铁类的海铲都可以 都很高铁的 又或者是动物内藏都很高铁的 最多铁的是肝壮 如果你是吃了 本身 你刚才用了果色的 你就一星期用一至两次 起码 吃动物内藏 和蠔 或者青口 你抽筋的问题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用了刚才那些东西 你90%的人 抽筋都会好 好了 如果你现在突然抽筋 你想立刻制止它 那你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就是做一些伸展运动 就是 假设你现在小腿抽筋 你就躺在这里 跟着好像衣服图 脚板打平 然后脚趾向自己拉 这个画面 将脚趾向你面的方向拉 当你这样做 你的大脑就会立刻 关掉抽筋的信号 去小腿 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你所有方法都未见效的时候 而你抽筋立刻解决到问题 就是这个拉筋动作 我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 你可以缩小螢光幕 左手边有个叫做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有向下箭嘴 你按进去都会看到所有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按这个折扣码 ZFN572 就全张单都会多5%折扣 好了 我们这集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按个赞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有脚筋的朋友 这集先讲到这里 下集再讲个 拜拜